立正 走下去 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阿曼 大家好 這個我們要說台灣經濟經濟的問題 台灣經濟經濟的問題可以說一個學期 甚至兩個學期 因為有很多問題可以討論 我這個地方很簡單 我們一點半小時比較不夠 這裡一點二十分鐘 所以來講這個問題先 我首先要跟大家報告說 有十幾坪文章 現在已經放在洋生的電腦裡面 要買的人 這裡有四張座 這裡面背面 當時有我們的E-mail 以前如果沒有交我這裡要兩張 可以用這樣 一張三張座 一張這樣 下E-mail的地址 那時候 洋生收留 如果要要 你如果要要的時候 他收留 這個E-mail 一直把我們E-mail 去電腦裡面 給大家 幫我寄討一下 這裡拜託大家 看到有問題 隨時打電話來 那時候可以討論 這樣 整體經濟 整體經濟 的問題就是整體經濟 還要的問題 以前是整體經濟 不分家 現在也一樣 是怎麼 我們一直覺得說 民進黨 很積極選 選舉 明明知道會輸 也是要選 不是只為了說 他說我選舉 當選了 我就為台灣人做事而已 重要的那點就說 我選舉的時候 可以賺多少錢 賺什麼錢 選民的官款 選民捐款 政治獻金 哪大的官 政治獻金哪座 聽說 辭媒 50代的也在說 或是那些40 不知道幾代 50幾代 有說 就是在選舉最後改端 選舉最後改端 張榮花他也說 令贏說 你賺多少錢 比較積極的官 他也要賺錢 他也要賺錢 但聽說明明東說 不必 我有夠 你是這樣 你既然這樣說的時候 你賺錢也不好 市議長明明東 最後改端也知道 他賺5% 所以 所以說 他們想要人前去選舉 說 跟台灣人 張條說 我們選舉 如果當選 我們可以怎樣 台灣人 就不去輸購 用卡拉夫太 不用腦筋太 就去支持 所以台灣人 是去給民眾綁架 民眾去給新年流綁架 這樣 結果 你看 他為了什麼 為了50塊 為了政治的現金 這樣做事情 所以政治經濟是部分 跟 傳統的 這個 學術界裡面 是政治經濟學 日後才分開 不然分開 政治學跟經濟學 但是 政治決策 很多就是跟經濟有關 經濟決策 就是政治有關 你一個政策出來 看來是 為了要發展經濟 但是 跟 在這個民主政治 在這個自分主義社會裡面 這個民主政治裡面 你政經濟 如果是政客的 我人民的 生活改善的時候 我選票就可以了 這是不是政治 所以是部分 這個民主觀念 十幾世紀 自由主義者 就是 馬薩斯 李家圖 那 那個 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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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定要有民主的決策機制 教法度三性小的政議 和法治這個東西 現代觀念就是說來區分政治決策跟經濟決策 事實上 政治決策是策重什麼 以選舉 共識 政治共識為中心 經濟決策就是就是說鈔票 價格跟鈔票 經濟活動為中心 事實上兩者是有關係的 那新制度的學派就是說這個 一求四半年以後 或是一求六五年以後 自家哥學派所發展出來的制度學派 這個就是公共選擇的學派 他說這兩者事實上是不能分的 因為一方面研究選舉制度怎麼選舉這麼合理 才可以產生真正的把民意反映在這個 政治的決策中間 所以他研究投票行為 當時有研究什麼 政府的財源要怎麼出財 稅制要怎麼做 改革要怎麼做得好 分配以選要怎麼分配得好 公平這樣 所以新制度學派 1986年鐵劉農費爾經濟市場 的時候 就是變成說 討論政治經濟學問題的 相當的流派 相當的理論技術 我在一求八二年 八一年八二年 我就跟李廷偉說 不可能 跟他的重要的夥伴 叫做 有可能鐵劉農的經濟學長 過程在1986年的時候 經濟學長 有來台灣過程 我都有跟他經過 我說台灣目前 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 是什麼 第一個 我說 財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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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稅收支不公 收跟支不公 就是說 支出的地方 我們都種什麼 種成清香 台北市 和國養市 英俠市 在1QQQ年的 財化法 那個草案 跟那個最奧 定案的時候 百分之百的統籌財稅款 百分之六 握在行政院長手中 做為什麼 做為紅包 送給各單位 做為選舉用的紅包 另外就百分之九十四啊 百分之九十四 一半47% 是台北市和國養市 兩個營養市 本 其他的 國館市 本就35% 行政市 本什麼 本12% 行政市 319的行政市 本12% 那過去沒有的 是怎麼制定 這款的 財化法的修正案 1999年的財化法修正案 完全是為年前 要選總統設計 原慶長設計 要設計 讓這個 年前有6% 用 運用在這個選舉 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從那時候開始 跟之前 20幾年 1999 1999到現在多少 10幾年 城鄉差距是越來越大 你看 你看 我們看這個 台北市的集結到什麼 兩年 人行步道 就把它鎮除 鎮除 鎮除 兩年做一次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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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也在負責 因為他在那邊 在負責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 引發城鄉差距的擴大 當時以來就這樣 從中概就 第一 大哈來台灣開始 就城鄉差距開始擴散 怎麼說呢 很多人不知道 我這順 就這樣說 他在那個19 19600年之前 台北市邀請 省霞市的時候 台北市所得到中央 跟省政府的補助 是 一間所有的國館市的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 其他的國館市 那種就是這樣叫做一十五個 五個省霞市到十六個 十六個館嘛 這百分之二十五分配在台北市 因為 金戒酒店要在台北市 來來去去 所以台北市 他就分配最多 這個 上級補助 中央跟省政府的補助 其他的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五 接本路其他二十二 二十二的那個館市 你看 當然是參選什麼 台北市的建設大方好 教育大方好 大方好 所以很多人都前往台北來 那時候前往台北 現在都變好的人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這個做的時候 都變好的人 那時候等到這個 高雄市變成宴霞市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分錢也是 對宴霞市比較多 一個小小的地方 一個流氓政府 結果給台灣報道 宴霞市到省市一邊大 省霞市到縣市一邊大嘛 所以宴霞市老市分很多錢 在一九九年的財法法裡面 人口減百分之 差不多百分之多少 比較沒有百分之五 人口 拿百分之四十七的這個 這個童收莫稅款 其他百分之九十五 其他館市的時候 那個人口 可能百分之十五 高雄市到這個 台北市 高雄市差不多百四萬 台北市這兩百 兩百六十萬 四百萬 四百萬 差不多十幾% 十幾%的人口 拿百分之 這個收入四十七%的 這個童收莫稅款 其他人才拿多少 拿另外四十七% 所以證明那個成相差距 引起這個 真大小的成本 什麼什麼叫做真大小的成本 我這篇文中 定在美國的一個期間 第一篇我的處女座 那時候 我就在研究這個問題 是怎麼 怎麼大家都要往台北市走 南北兩端人口增加 結果其他所在人口 有一個檢查 就是財政遷移 就是 Fiscal Migration 為了財政的問題 所以財政遷移 因為問題就是說 都市地區 都會地區 它的公共價值比較好 公共設施比較好 公共設施比較好 其他所在公共設施不夠 公共設施比較低 公共設施比較低 我們東方的人 都比較重視 主理的教育 所以小孩一直送 送去土地區 人家像說 台東人走去台北 撤櫃 中華人走去台東撤櫃 外面人走去中華撤櫃 我們鎮腳 我們水很鎮腳 就知道外面撤� 類似這樣 一斬一斬半 一斬一斬半 所以都市化快速成長 我們都市化 都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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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urbanization 在1970年 開始 快速的增加 都市人口的比例 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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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土地的定義通常都是5萬人 人口以上都是土地 那這樣看來 我們鎮腳的建設哪來哪來 像我自己的高雄 在水 古早在1960年 我讀台學的時候 這25000人 這剩下一個 剩1萬6000人 25000人變1萬6000 1萬6000人 那1萬6000裡面 火靠在那 在我靠在那裡 像我這樣 都靠在那裡 剩1萬4000 1萬2000 所以 古早 吃飯飯 晚上吃飯飯 去街路 媽媽是大家都在那 聊天 吃飯 泡茶 什麼 都 人工幾個都更一零 這次 到那裡八點九點 沒有人 都沒有人 都找不到人 這就變成 鄉下的自圓都好好利用 這顆 大量的人口 千里人口对土区土区地区去千里的时候 三成两种的社会成本 第一种社会成本就说 对土区建设造成很大的压力 都市的公共财 公共财 公共财的 需求压力很大 水 电 和道路 工程 都很大压力 人口很拥挤 抗争 冬天群 冬天群结果的就是空气壞 空气汙染 水汙染 环境汙染 再来 村家的人走开 走离开 村家来到土区的时候 村家的土地放在火 然后在经炒 所以变成两种社会成本的社会损失 所以这是现在 我这评文中 最来讲这个问题 因为税子也不公 我刚才说过 台北市的地价税 如果是100%来说 台湾关的 台湾市 台湾市 同样价税的地价税 就要156% 所以结果16% 散批买的所在比福利地区 地价税的地价税 这就没道理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人当然是买签刷 如果知道的人 我早就把台湾的买签来买台北 税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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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又是他的公共设施 公共财 教育 教育 教育水準 都比台北更差 所以当然就走了 这是平常差距就是由财税的制度不公所造成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外流 企业管枪 管枪 企业管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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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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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 资金欠缺的地方 去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 以前最欠最欠的就是资金 人很多 土地也不利用 就减资金 资金包括什么 资金如果去包括什么 技术 技术就来了 因为什么 你资金去一定 这些人买一些有管理的灵力的人 还有技术的人去做一些生产工作 技术就一定流失去掉下去 所以这样的管理 中国的经济 一直一直發展起来 一九北京的人大家各国的措施 我们都不要插 没问题 第一次产生中国的热就是在一九北京的 一九北京的人以前不是没人去 第一次走起很多都没有出走 无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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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1981后 最多 因为什么 1981后的时候 已经那个 中英香港条款签订了 1997 向香港买幸福中国 很多 一些比较像像国民当社会的 不管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他本身就跟心向中国 他觉得基本要去那里发电 他觉得那个地方 很多发电的空间 所以就偷偷走起了 偷偷走起的时候 偷向香港 他会去新加坡 甚至去哪个国家 走去那个所在做什么 跟电工一贪多少都多少 早期都会有的更好 企业 因为资金外流的时候 企业就关注 这个 kept outflow 资金外流有两种 一种是outflow 是合法的流出 就是非法流就是 kept flight 跑走了 逃掉了 1981后 很多江湘海 觉得台湾是第二个香港 所以在1980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渐渐滑流 有很多医生 有很多很多人 他就看钱刷去国外 他觉得台湾危险 所以这个flight很严重 我一直坚固 我小朋友坚固 不像阿根廷 阿根廷在1945年 培隆執政一直到1975年 30年 这30年里面 阿根廷军事政府对这个企业 对这个 三业界 有很大厚力 很厚力 结果三业界企业到 有很多 因此 印度部都做農 農企业很大 中资金都流 都拌去美国 澳洲 这样30年 阿根廷在那个时候 在1935年 他的国民所得比美国更高 他的外交存在比美国更多 最强的 最富有的国家 最富有的国家 到1947年的时候 变成负债 一千多的美金 在1980年代 初期的时候 是世界上三千国家 内乱也很多 社会不安定 因为市业很多 所以台湾很危险 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资金流不掉 跟这次最危险 这次的严重就是 旁边时代 已经一年差不多六七十亿 走到中国 这次呢 2011年 一到十一月 有百二十四亿 2011年 资金外流到中国 122亿 2011年 一到十一月 第一 统计 124亿 加上12月的话 可能要超过一百三十亿以上 这是很怕人 所以 听说 2011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第一次 第一变是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 是包括我们商品贸易 商品贸易 跟政口的 会参与 叫做准出口 那准出口 是逆差 等久以来 我们都是顺差 这要变逆差 这是很大的情绪 所以台湾的 台湾的 这个经济 我在那里 去年四月二三 在时代的 发表一篇文章 在说 李登辉的志业 贡献的时候 在说 对李登辉的开始 台湾的经济 已经开始在做下坡了 已经在开始做下坡了 所以如果对 如果对1988 或者1990年开始算到这时候 台湾的经济 相对的衰退 长期的税内 差不多买20档 那一档 重点就是因为我们资金 是那个思学 资金离开台湾的时 就没办法在这个所在 做产业升级的工作 一个国家的生产力 要一直爬起来 一站一站爬起来 是一站过一站 走过这个阶段 爬起来 再另外一个阶段 再爬起 再另外一个阶段 那我最早的时 我们在本时代 给我们很多工业的基础 如果中国上海那些有些 泡泡沖来 用钱和补贴 开始发电泡泡 进口美国的米灰 来这发电泡泡 那是粗集的加工 泡泡泡泡 之后 我们才开始进入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 之后 再来机械母鸡的工业 不过一个电子工业 要一站一站 现在电子工业和气质工业 这个东西工业 机械工业 做起来后 将来有 但是如果在这里 产业升级的时候 起来 就像我们以前的 秘书长说 去发电 比较高科技的 甚至于是 航泰的 或者是这个是 国防科技的东西 但这些人没有了 停顿在这里 有人说 没有钱了 企业家都拿在海外的投资 没有在这个所在 再研发 再升级 产业升级 说20年 对理理人士来说 这种20年有升级吗 没有 不然没有升级 一直流失 一直流失 这是台湾 经济的警讯 这是第二点 所以贫富差距 扩大 我有通计搜集团 在那里面 我没有资料在这里 我所记得 说 所额最高的 百分之 百分之十 最低的百分之十 这个差距 我在这个 第二页里面 有这个资料 第二页里面 这个资料是2003年的资料 第二页有没有 第二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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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题目 我给学生的考试题目 2002 我 有说 2003年 我们的家庭 达到十等分会来看 最低的家庭 所得平均 平均所得只有26万7千 最高所得的家庭 平均所得是26万3千 263万1千 所以超过10倍 但到2010年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10倍了 10几倍就对了 差不多12倍到14倍 所以说 所得分配一直恶化 一直恶化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对中国的开放 李定位已经正眼闭眼在出去了 如果你说你 经济部的投审会 正眼闭眼 漏夜 漏台风夜 漏台风夜 漏台风暗 在那里审核给他过去 你应该把祖祭 你搬祭 到后面的时候 拿变文家里 大胆西进 李定位时代 所有的投资案 很少超过 这个五千亿的 都是几百万 几百万 大胆西进的时候 变成超过一亿 两亿 这样出去了 才会一个两亿 三亿四亿五亿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增加到那里面有七十多亿 现在 马云救出来的时候 他说 大胆开放 更开放就对了 繁定跟开放结果 百万他在出来 这很警察 一个道事院 大概十亿业 就要这样出去 十亿业都会とう算美金 也会算代表 所以说 这种的情形之下 很多失业的人 没有所得 有人贪很多钱 因为欠片价值 是 宅核和企业贪得钱 其他不是宅核 不是企业 農工 農民 没贪到钱 所以 变成三岔人 变成两个解析地 真明那两个解析地 这是台湾忠来精 我們正式上場一定要做進行動的改變 如果沒有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會哪來哪壞 再來第三點就是行政效率低落 政商勾結嚴重 累積巨款 巨額的這個政府債務 那是巨額 我在兩千塊年夏其民文中 你說這個財政赤字是怎麼發生的 我指定說不是稅收不足 是你購買錢 政商勾結 把錢 優含的稅收 購買了不夠 再就錢 舉债 當然那邊預算是看你的稅率多少 稅值一年 三千億 你變預算 都請到三千億 你說你如果要超過三千億 先變四千億的時候 政府要變四千億 你要說你一千億要怎麼來 發生公債還是舉债 如果舉债範圍 容許範圍裡面你可以 發生公債 你要發生公債 你要用在哪 這千億一直用在哪 用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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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說有回收的 如果像我做一個購 過路的車 一台車要收十坡 所以我一年多少車的經過 高級我可以賺多少一台 自償性的投資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如果是 如果是一款說 我舉债來蓋一個什麼蚊子館 沒有回收的 自償性的能力 這都不可以 但是在這個 在中國民國政府裡面 他很多變通的辦法 盡量給他開支下去 所以這個財務累積很大 這裡面 這篇文中主要你說 主要你說是怎樣的政三高潔 政三高潔 在政府解救時代就很多很多 在中國台北時代就很多很多 所以他才會倒極 才會幫忙 才會帶我台灣來 那台灣來 同樣這些人呢 叫上財務婦 叫上政三高潔 他這次在李靈威集團時代 補助電視一直說李靈威 用很多什麼 商界的人士 眾志這些 也就是政三高潔的東西 水上 都是中國的人在做 早期的 這次都沒有改變 那些本質都沒有改變 我們看十項建設好不好 十項建設的政三高潔 就已經很精神了 真怕人 實際上建設的預算 在鐵路電氣化方面 本來估計多少 五十億 五十億 有一個鐵路工程師說 我們不應該在武山做鐵路電氣化 我們要做的時候 沿西邊做一個高速的鐵路 就高鐵了 他叫日本人來給我們評估 那就是替代方案 一百億做起來 我看了這個報道 我很興奮 這個很好 我一陣在行政院主席處做財務規劃 我就把我的長官報告 這個方案應該把蔣經國報告 他說我們五十億多 你鐵路電氣化要去拜 哪有可能 你開的時候你不能說我 說我在副院長辦公室裡面 不能說這個事情 那時候蔣經國是副院長 結果最好拍板上面的行為多少 鐵路電氣化一百十億 一百十億 一百十億 你一百十億去做高鐵 不是完成 他不是 他要電氣化 我說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包括說 你在舊線電氣化 有兩種成本 就是說你要開心的成本 另外就是說你在做股的身 你在做股山 你要更新的身 你會做到很多交通的 這個社會的成本很高 所以成本太高 部族就在山西海岸 在做新的幹線 這真好的東西 但是中國官 他福建人嘛 中國官 他平常沒有給你重視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說 一些像這種官員 可以跟政府說話的人 他也沒有這個概念 他感覺說 他就在那裡鼓山 電氣化 客戶兩運都可以很方便 結果呢 這瓶到完成的多少 二百五十億 五十億 五十億的東西 最好邊緣 議選說一百十億 完成的時候 二百五十億完成 菜市集條子起來 七千塊 菜市集條子起來七千塊 條子給你準備好 給你放到旁邊 你跟法寶說 叫一個公司說 你把他拆起來領領 七千塊 鐵路局已經把條子都創好了 把你放在那個地方 把你穿在那個 把你穿到那個地方 說你把他拆起來七千塊 法寶出來 當然是中國人鐵路 中國人公司先鐵路嘛 鐵路之後就沉沉轉包到最後 一個台灣人收到 最後那關五百塊收了 五百塊接著做 他也賺錢 民町這六千五百塊走進去 通常有人在那裡 台灣人吃不來 這五百塊這是賺一碎而已 人人賺粒 他賺湯 他這五百塊 他也就要去九櫃 我沒什麼五媽嘛 他說我台灣最大的鐵路 我來採很簡單 我要來參加這個導廟 我就去花很多錢 花很多十萬 去講笑容講笑無音 打高度 我說你花很多就沒用 因為你不是中人 聽我的話聽不懂 還要花很多十萬 沒半逛 十五百塊就包不到 所以台灣人不用傻啦 我那時候就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看看這個鄭三高潔是 頭的這個鑿標 陳提禮 他給北京跟他等著回來 他給他賺一百億 怎麼說 他去包那個捷運 台北市捷運的工程 五千億的捷運工程 他一個的辦公室 作證指揮 第一包一包 過來轉轉包出來 他處理這個轉包的工作而已 他一年賺一百億 這次毀掉 你不能把我這樣拔出來 這樣而已而已 所以你看這個五千億 五千億 我沒記得那個名字 那個台北市捷運 那個建設局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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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軍營 那個 我沒記得那個名字 他的高潔一年八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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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創什麼 他的高潔一年就是在發包的工作而已 發包工作就要八十萬 不知道一過一年我沒記得 反正就花了很多錢 捷運五千億都中央和補助的 不是台北市本身有辦法稅收那麼多 我經常跟台北市財政局長說 你們是坐在黃金的土地上 沒辦法去籌措你們自己的財源 要發出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都不用靠中央 我不但不用靠中央 我的稅收一次 絕對有村 可以去補助這 兄弟之外 我這樣講 你怎麼說 你這個台北市的 這個都市計畫的用地 就差不多五十條的價格了 扣一%就好了 地價稅扣一%就好了 你改變這個稅子 扣一%就好 多少五十條要多少 五千億 你的年度預算才多少 兩千億 好嗎 剩三千億 其他都不用靠 其他都不用靠 一百塊你扣一塊 這樣你就有稅稅 你不然可以補助地方 也可以補助地方 到那裡做總統 我都這樣講 所以財政這個問題很處理 一個很好的事情 所以你看 這第三個就是行政效率很差 他說到1990年的時候 何博春說要做什麼 要做六年國建 七百 七百二十五項 七百六十五項建設 同時進行要八兆多 我剛才寫一篇文章叫做什麼 六年國建是一個王國計畫 王國計畫 好不然請我吃飯 請一個學家吃飯 我最難得的機會 我 大家都打哈哈 很多學家都打哈哈 剛才我說話的時候 我總得拿四項給我看 我念給大家聽 說 中華美國 如果這次參 就是財務的 在中國台的財務法 相關出來的 跟這個所謂的 又是較上財務法 所以你做一個行政議長 你做一個修想 做一個財務 你就要把財務改割 你如果沒辦法改割 你這個修想是沒有用的 再來 你的六年國建是王國計畫 台灣的那個能力 行政執行能力 一年是差不多 給你一條而已 你現在兩年要開八條 馬上財政就倒 那倒的時候你的王國 你中華民國就敗亡了 我有怎麼說 我叫蔡老師 他說 這個中國 五千年歷史就是一部貪污史 你叫我行政院長 再短短一兩年兩三年內 就禁絕貪污 這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會想辦法 想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那時候就叫財產登記 我們在擬定什麼財產登記 做官人要定義什麼 如果下一次有不正常的收拾 我們就要查 類似這樣 那邊也是連戰做的 他也沒辦法做 所以 我那邊吃飯的時候 我說那個話 他那些其他學家說 舉錯絕情 你很誇張 那個 那是軍閥 那是軍閥 你跟軍閥前講 那個話 我想 我後面就有李政委 所以 所以我就大放截辭 就是 預算變神執行 缺點很多 每年財政赤字 變神的不實 剛才我說的 就是說 如果有一千月的預算 要變的時候 按照導力 按照我們的預算年齡 是說 你一分比大一的 要排列 大大小小排下來 比如說一分比 像剛才我們 剛才那個月報的時候 我們曾經緣 曾祖宗傳說 有一個是十二% 二倍 十二倍都排第一 再來十倍 再來五倍 再來三倍 再來兩倍 再來一倍以上 如果是一倍以後就賣了 但是說你預算 你的總收入 你的財政的總額 收入的總數 是一千億 但是你把民政 扣五行起來 還是十行起來的時候 已經到一千月都開了的時候 收入的即使是1.5 你也要放棄 就是說 預算編成的原則就是說 你按 各種各種的建設計會 你都把它排起來的時候 對相關的 一分比相關的 把它排下來 排順序 不然說 十二的這個要花一百的 十二倍 一分比 十二倍花一百的 十倍 花一百的 再來 那個那個 五倍 花三百的 我們就五百了 那三倍花三百的 兩倍花兩百 一千的九了 再來即使1.9 你就要放棄了 是這樣 你說1.9 還是1.8 1.5以上 真有破裂性需要 民眾的反應中很需要 那麼舉載嘛 不然是什麼 不然就叫這些人出錢 來求誰嘛 像說我 我以前做局長的時候 我都到處去訪談 我問途風區的人說 欸 假設我如果要在途風區 做一個運動公園 像路人這樣 宜蘭的運動公園這樣 才好的時候 需要花十億 我給大家求稅 求兩年就好 那些稅要怎麼求 就是說你的地價稅 你的房屋稅 加10% 還是20% 兩年裡面就求十億 我們就來做一個運動公園 你贊什麼 如果這樣沒問題了 只求兩年而已 我的地價稅還是房屋稅 這麼加10% 因為我負擔到那裡 可以 他贊成 百分之七八十都贊成 有概念的市民都贊成 所以我們將來是 需要做這個事情 盡量不要去舉載 政府不要負責 這樣我們這個 總體財政的時候 發生 經濟衰退的時候 中央政府 才有錢去做 求職業的 和說去做公共工程 讓這個工作的機會 工作機會增加 讓社交研究的 一些 讓總體 調整政策 現在如果是台灣 如果在歐債問題 或是中國大陸 放下 他的經濟如果放下 台灣那時候 問題的時候 要去舉載 要去求台灣的經濟 很困難 因為負責率 有型的或者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有型負債大概五兆 應該沒有型負債 應該沒有型負債 總是20條 跟徵收行水區用地 跟徵收道路用地 跟徵收公共設施用地 學校機關用地 那個土地 四十年來 都沒有負債金 這部 還有什麼 保證債務 還有什麼 基金 剛才說的 我們很多基金的 還有健保的 農保的虧損 中央加起來才20條 所以 這個 中央政府 一直把他搜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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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要欠25條 後來我們都要省起來 要改刮手 這是我們的很大的大頭 他知道 他是劉鳳政府 正如說 中央政府是要跟外男人 一直搜刮 一直搜刮 胡志明 他很聰明 他說 你要什麼都拿去 拿走都拿去 三十五你都要抓抓去 結果 他娘娘室 都拿了 之後 聽說 這樣 像 蝗蟲過境這樣 喔 北約這樣一片重災 四百萬人 那個代價有夠大 四百萬人 所以北約是痛恨中國 我們台灣人很傻 不會通分中國 不會通分中國 這是很古怪的地方 一算變成 我們已經說 一波我們有說很多 我就不再說 產業政策的偏差 重工清農 是怎麼重工清農 因為扶持 大企業 是一向中華民國政策 在中國就這樣 在中國就這樣 因為什麼 你如果是 去治治這些農民 農民很多 有人這麼多 也許有選票 但是農民都騙了 在市場比較高 現在 要叫他送紅包的時候 沒有錢 農民很欠 但是企業家的 政策勾結的時候 七三都 一億 兩億 五億 十億 在中國的時候 一樣 在中國的時候一樣 很多人說 政策勾非常青年 他不會像他老爺這樣 我看都一樣 沒有兩款 也台灣人很慌 南氏他載黃金來 哪有今天 台灣人有夠光 你吃小麵 黃金哪有多留在這裡 他在中國 梳瓜跟這個天堂 來這裡照相梳瓜 因為黃金的純 沒有在台灣 對付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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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走在哪裡 中國所謂的孔宋 陳 孔宋 陳蔣 四大家族 是控制中國的 他控制中國的 結果在那裡 爭三高節 都在搜刮 這裡 明知明高 所以 中國人 中國同胞 因為同胞不是說 不要抵抵政府 就抵抵政府 來台灣 他搜刮已經來不及了 哪有可能說 他拿出來黃金 在中國拿錢 拿來放在台灣 給你們台灣人開 台灣那時候 戰爭的時候 台灣人給你看到一本人 是我的敵國 哪有可能拿錢 才給你開 他就那時候 3BP 所以一直發行貨幣 我一直找一支貨幣 我一直找一支貨幣 還沒找到 給你們 這個台大教授 你說的 1945年到1949年 1950年中 台灣的通貨膨脹 米家 在那幾年來 去7000倍 他說為什麼去7000倍 他說都是貨幣現象 因為Milton Freeman 如果4月各國的通貨幣 都是因為貨幣過多的現象 他就 對這幾個一直在社會貨幣 當中 漏漏漏 我說你錯啦 在那貨幣現象以外 我們要什麼 我們的資源 都給它搜刮起來 但是現在台灣 把米都拿最愛賣 糖都拿最愛賣 產米一年可以產三次的米 產糖一年的糖這麼多 結果沒有米跟沒有糖 當然漲價一年裡面 第一次第一年 1945年進來 1946年的時候 已經漲400倍了 在那幾年就漲7000倍 我們每個人變三次人 4萬塊換一塊 1949年 窮上家窮 六七十歲的人都體會到 如果說過期的時候 用那個面膜 我們家算好的人 我們產很多 山很多 五家的 往來山一年 收三千 收六千塊 六千塊可以買兩個產 結果我也産屁屁 為什麼 因為錢補掉了 錢補掉了 所以就很辛苦 小時候 正販錢都來自己吃 小時候那個販錢 又不是現在販錢 又這麼丁這麼好吃 那個貨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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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 那些貨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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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 整個米而已 是這樣 我們一直到時候才有吃白米 可能我讀國中才有吃白米 我比較好奇 我五個兒竟然帶小姐 如果我們老闆娘都吃白米 他們就說不完 說不完就白米了 因為廢棄了 我們做餐就絕對沒有白米 我們正米所以沒有白米人吃 所以就要吃韓式簽 這不是很諷刺 所以說到那個時代是天后一瓶 天后一瓶 所以重工青龍的結果 農業 缺水缺缺缺 我第一篇論文就是參理電影下的就是 台灣的農民的這個農業稅金負擔 那一篇文中作為說 農民在那裡說電腐的水以外 要給其他人慢慢水 貨水 頂水 貨水都一樣 頂水跟貨水差不多 另外就是水戶收購 你水電腐才會賣到國 在國伺家如果是10塊 用10塊給你訂一個10塊給你賣 還要貨料翻古 你要貨料可以 拿車子來換 所以一瓶車如果是20塊 你貨料給你訂多少 一包貨料 國際價格100塊 你給你訂300塊 300塊 300塊 所以如果一瓶車子是10塊的時候 你就要用 一包貨料 你就要用30包 30包 30包的車子 30斤的車子 沒有300斤 1斤車 10塊 你就要30斤的車子去換 換那包貨料 這樣 就整成這樣 那時候我去調查 世界各國的貨料是我們台灣最貴的 台灣最貴的 所以就是要透過這個方式來拍攝農民的 可是農民的經濟剩餘 就是Economic Service 把你壓榨你的Service出來 用這個錢 用這個稅收來補貼工業 叫做以農業補貼工業 這樣 那就是他的政策 農民沒有我們 農民沒有地生 農民沒有組織 因為都在他控制地下 所以結果 就都去到北施 這個小 要清 但是 我們如果不夠認真 就沒辦法清 這個 農民生技困難 所以農民所得偏低 有這個農村貂壁 應該是農村貂壁 農民生技困難 農業所得的極度偏低 在1970年的時候 農民的所得 減非農民所得 農民的所得 差不多是農 非農民的所得 百分之六十年 百分之六十年 但那時候水重到這樣 很重 田腐 我研究那個問題 台灣農家租稅負擔 裡面 說到田腐的負擔 田腐的負擔 很重 一負丸 一負丸 七公斤的車 最高 一負丸 是零到一的車 一直從五 開始吊吊吊 到七公斤 到1972年的時候 1972年的時候 我問中出來之後 現在又一貫 現在又一貫 這個不應該 那些人做到農村撩壁 我在西邊 所有人的經營 我就去做農業調查 農業調查之後 下一名問中 說農村經濟的問題 他們說很嚴重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花蓮 花蓮的這個 種若的粉農 去 那個 說不叫 去抗爭 第一抗爭事 農民抗爭 抗暴事件 差不多用要抓人去打 因為那個 首領 那些 主領者 他本身是一個 政理人物 所以 為了時事領人 今天也沒有很嚴重 去處理 我去幫他做農業調查 去幫他請教 他就說 很不應該的 國民黨 對農民的政治 很不應該 所以 這個 產業政策 偏差到這個程度 讓我們 台灣的農業 已經變成 很難成功的農業 所以沒有人家做產 因為做產 差不多 很簡單 你怎麼做做產 你要跟他做 親家的時候 女方說 唉呦 那做產 做到要死 不然就沒人家 我不敢嫌 女兒絕對不能嫌 那種做產 這樣的時候 這風氣都會而已 確實在 1970年開始就這樣 1960年沒那麼嚴重 1960年農業要是真的 農村要是很繁榮 但1960年 1970年開始他們的工業法 會管理 你 高雄交通處 和這個地方 地區的工業 發展起來之後 大家 走到工業做行為 賺到這裡 一個人 如果在樓市 做產 做一家庭 沒辦法賺一年 沒辦法賺二十萬 那他去工業做 做黑手的家 做財富的時候 結果賺三十萬 一年賺三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很輕鬆的 所以人家說去做工 看他們做一家庭 因為你做一家庭 一個人做不起來 一定要滾一個人 一個家庭 都去做工 可能賺三家庭 會很容易 所以 變成這樣農民 就漸漸 漸漸 農業技術就流失了 這次他去做財富已經很少了 你做財富 六七十萬 所以 將來有可能 我們都沒有財富 因為我們沒有財富 我知道有幾個年輕人 我很感心 那個私人無聖的女兒 她很反叛 她覺得她很叛逆 她說 國民黨政府很欺負台灣人 我敢敢要來整理 所以我說 你整理 整理我可以 你整的過程 每一個階段 你都要寫這幾個 後人做商戶 沒有後面的人沒有經驗 他說我三年一定出生 整三年才會出生 農民跟他說 你如果要我整 你如果整他成功 要整三年 這三年不成功 沒關係 但第四年一定要成功 所以將來 將來一定會發生良方 一定會發生良方 我一個朋友 他 他預測能力很強 他踏那個 電機台大電機器 他還去美國踏經濟 專門專攻統計 統計軟體很熟 他就 他就買股票 2007年 他就說 這股票 不能再 不能再放股票 所有股票都賣掉 總要買黃金 賣黃金 他說一句可以去到1500 1600塊買 1500他總要說賣掉 你現在賣掉錢 要做什麼 他說賣糧食 賣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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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糧食股票 我們像那個蒙山島 美國蒙山島 蒙山島 當然很多 很多的基因 改造的糧食 他們說蒙山島 這種技術 將來 他控制糧食的價格 如果他怕什麼 就 買 那個 泰國 還是柬埔寨 要去採調 他們說如果沒有採調 將來米家會去很高 因為糧食的建徵 所以一定要去採調 這是給大家報告一下 再來金融財團 說了這個 聽我一名 金融財團 金融財團 第一次 就發行在1990年的 這個銀行法的修正案 銀行法修正案 它本來是 都不可以隨便 給你省進銀行的 只要說可以了 但是你要開銀行可以 新營銀行 新的銀行 新銀行 或者民營銀行 自本來一人一拜 我就開始下文中反對 那時候我19800年 我在美國 蔣碩姐剛才去華盛頓開會 我總要去找他 我要請教 我說蔣教授 蔣老師 開一個小孩 就要100億 很荒謬 雍師公也很荒謬 他跟我說 如果開一個正案公司 要多少 我說兩億 經濟人 經濟商 兩億 如果是那個綜合商 要10億 人行的風險比 高票 比較嚴重 你銀行 比高票 比較嚴重 你銀行 高票 可以兩億 開銀行 如果我們銀行 那兩億 可以開 正案公司 如果這樣看到銀行 這億兩億 都可以開銀行 他都這樣跟他說 他說 蔣教授說 你不是 社群文中 去跟他建議 不能一百億開 他說你覺得怎樣 我說我一百億 一百億開銀行 那不是銀行跟開銀行 那是財團開銀行 最後結果是 套工銀行 跟套工財團 這樣造成什麼 總體經濟的失調 他說你講的對 這很嚴重 說不 蔣教授是不是請你寫一個文章 或者回去的時候 跟郭安康教授 那時候郭安康教授 院士 一單任內財政部長 我老了 我現在講話都沒有人聽得進去 你還年輕你寫吧 我說怎麼寫 我又不是這方面的行家 我寫大家不會相信我 不會聽我的 你不要管這麼多 反正你就表示意見 你要圖事館去找文章看 看看美國開銀行要多少錢 美國開一個銀行要多少錢 比較一下 我就聽他的話 我就去圖事館 沒有一個月 整個寒假一個月 找這個資料 看很多文獻 天啊 我看了什麼 在美國開銀行要多少 十萬美金啊 代表只有三百萬 大家都可以開銀行 只要你有能力 十萬就拿出來 不然你要開我還要出五萬 五萬美金 所以喔 一百萬開銀行 是財團開銀行 我就寫文章 寫銀行出奇資本 銀行出奇資本的問題 的研討 我就寫一篇文章 說銀行的資本越大 銀行越容易倒閉 白頭空 對 財商不夠多 這幾個晚上 用銀行資本越大 越安全 相反 越不安全 一定可以倒 所以1999年 開始開10六斤銀行的時候 我从学龙去买20块的一股的 要购这股的股票 银行股 我银行股 你要不要买银行股 不要吧 我说一股多少 20块 太高了吧 8块以下再来买 哪里去找8块的 过几年就可以看到 8块以下 5块都可以买得到啊 我怎么说 不可能啦 电话就给他揭掉 大概不是8块 5块 3块都有 对啊 还下识呢 对啊 我一个小孙子说 大银行去买30多块 我说看不掉 大银行怎么有30多块的银行股 大概不是了解爱的 所以各位 不能跟人一无疯 要了解这个境界理论 为什么 银行越大越容易亏损 因为银行越大的时候都是财团在开银行 财团在开银行 财团老板 一个人出十亿 十个人一百亿 这都是大股东 董事 董事长们他在做 只要找一个总监里来 是银行家 我出十亿呢 我是 我不来把银行用 不猜我钱放在那里用 好 坐去 白沙敦那里买一堆山坡地 海边买一堆山坡地 农山一千万 董事长们说 我这一两家的你 第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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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说 这不合理啊 这一千万 叫我第十万 哪有可能做下去 我不干 我不干你离开 找一个愿意 sign 的 愿意签名 核准 给我十亿的 我十一万没来 没来 没来 没来后呢 六三国的利息 不缴落 变成承贷贷款 一千万给你去打买嘛 那你的事 那罪过就给这个总监里是单 不是这样呢 古事不是有一个阿夫拉吗 那个阿夫拉你们知道吗 是谁啊 胡怀云啊 那后来是我的学长 很聪明啊 他在专搞这种事情 东西就这样给我看 那就是这样啊 那是一个影子 一个例子而已 中生的不是同样的那样冲 王家不是同样的那样冲 亚太不是同样的那样冲 洋 洋天生也是好像从这里倒闹闹 对吗 所以喔 我们看花多少人去 搭这些空 一次金改 一次金改好像是成功了 但是二次金改已经不是同样 一次金改是258计划 两支内 这个 资本市值率达到8% 然后呢 这个不良换款的 不良资产的比例 降到所有换款的5%以下 那是第一次金改 好像有一点成就 2004年的刷牌一直说要二次金改 二次金改是透过下面的处理 你哪都不知道 是雇家 雇政府 他们的中信金 控制大银行 所以一定发动透过台湾 台湾 台湾经济研究院 发找一些学家来 开花 一定要进行二次金改 几年之内要什么 要把台湾的一家银行推到什么 世界起这么大 我小文中说 你世界这么大 但是你效率不高的话 你资金再大 大到 这个美国最大银行的5倍 你都没有赚钱 你也是赌 问题不在于你资金大小 在于你的经营效率 你看来借购经营效率是你不好的 还在赚商购借是你不好的 财团在开人家是你不好的 类似这种 二次金改就出来 真的推出来 我们反对都没有用啊 究竟我们还是 事故 你不 所以我们几个反对的学家 都很方便 都没有机会参加 他们的所谓二次金改研讨会 我把李秀仁虾一样配 把我所有主张二次金改都害死台湾 要害死台湾 因为要把14间的金控 变成7间 变成7间 然后要把国营银行 卖给一家金控 我这台里一定是很多赚商购借 我还故意说 阿姨说要把中华搅拌出来 一个幸福的给他这样做 这样做 顾家说这个可以买卖的 我没有想到这个可以买卖 我给你这样子 用美元计算 直接汇到美国去啊 我给你这样子 李秀仁虾听到 起就不死 再来 台湾银行 总资产没有到3千 没有到3千亿 他要并购彰化银行 百年老店 张卫年资产是一条窝 没有资产从窝 那资产从窝 那资产从窝现在两条窝 把土地资产不得了 等一下修改什么 修改这个公司法 在国民党时代 在李登卫时代 公司法规定 这个特别股股东 不得担任董事跟建设 不得担任董事长 这个可以了 林权改的 这个可以 所以就要把 张华银行就卖给 任了一家金库 结果谈哪谈去 台信金 大概已经都条件都谈好了 所以呢就发现 特别股 特别股发行365亿 台信银行只有多少 台信金库只有8%的资金而已 你把8%乘360亿 多少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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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都对谁 对资宏金库 我是资宏产选的董事 我们公司本来40亿 结果轻10亿出来 去盗资宏金库去照他 照他那些钱300块 都是资宏金库的 我就产生两个疑问 为什么不是我资宏金库去买张华银 为什么要我资宏金库 我把钱 花很多钱来借给你台信银 去买张华银行特别股 然后你就 自己占有五十六十的董事 还派董事长呢 张博新当董事长 我就很难问 等于我有两位理 我知道 我一个同学叫张清晰的 就张华银行董事 他就去给他摔倒 这不合理 不合理啊 怎么说不合理 你特别股股股 你这多少 365亿而已 我资金这么多 我400亿的资金 我400亿的资宏 400亿的资宏 400亿的股份 你365亿的特别股 你就来说要吃这个张华银了 我资宏是一条网 你这3千万而已 我这样张清晰很勇敢 我的同学 不过不来不去 他看到我做过台湾五十年 他想说 这蔡治元宏很富贵 我这样 我这样的资宏资宏 他跟我资宏资宏 他在台大 他在台大 一定是很富贵 富贵我说我一天 资宏一几分 做过台湾五十年 等于说 看一门一天 他说啊 我不知道你过来要辛苦 你这样实在很辛苦 他也很富大 你用指名道姓 把那个派人都记忆出来 你不要好勇敢 他也把我挖到这里 各位你想想 台湾现在要控制张华银的时候 要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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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1个 这样再这样 3个 我可能想要6个 我才想要6个 看多少 这样有天流 这样有天流 就像二次金牌是这样的 吴宏义是这样的 他一直做大公 他一直主张二次金牌 他一直罚二次金牌 他一直罚二次金牌 有人贪大钱 就像一样 中国美国就是这样 政权夹权 我帮也没充分 我帮也没充分 麻烟酒帮 麻烟酒帮 跟台北英伟 卖给那个富方 还不是一样 你台湾人 你来想要跟他开极 不然你就不要说你要开极 你今天说你要开极 你不开极 就已经很苦了 你还这样 三个手去帮 不是更可恶吗 今天台湾就是這樣害了 屬於不分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告訴你你會痛苦 我拚到要死也要再賺一口一飯吃而已 不是吃一碗飯 配兩道菜三道菜這樣而已 怎麼會這樣做萬壇呢 沒有啦 像我們就像是萬壇做到要死也 怎麼會跪跪跪 台湾說 我跟他說天道好煩啦 我們整個去去 生活過得很安心 也自己會說很萬壯 我們只要說提升我們自己 提升我們自己的修養 提升我們自己的人品品格 提升我們自己的地色 比那些錢都比較好 你如果存款部不三十六一百萬 要用就夠 我就覺得很萬壯很好 他那些錢那些錢要做什麼 靠那些錢用不到嘛 想不通 那些錢是用不到 按照道理 那些錢是要拿出來救台灣的 我才能說 什麼人才給他解釋一下 所以我感覺很萬壯 萬壯什麼 我是怎麼平平在台大美業的 我的單水比這個學弟 他一點地形就沒有 看不開 你說五祝賓在收錢 你可以幫他做地 這個你不能幫我插 不能幫他管 他在介入 所有的內閣人士會安排 那些所有內閣人士安排 包括什麼 國營事業 國營銀行 董建事 2006年我的當事長 我做當事 聽到我講話 我做事 很有名字 很優秀 我們公司 欠了這種人材 但是不愧 這好怪 剛才有一個副總經理 出愧 他在退休 我請你來做副總經理 認了一下 這樣好不好 我回到門外台來 好不然你今天 因為做我願望這樣 去學校 中華集合這樣 都不能行李 乾脆就去做副總經理 我告訴他 好我要來 二月子 公文三歲 上到十月底 沒消沒死 沒消沒死 我只要去問 去問鄉雄雄 做財政部長 因為我的老師 我說鄉老師 怎麼會這樣 用阿扁的時代 跟李靖雄的總部 李靖雄的時代 我是做部長的 我簽說什麼人改動用 李靖雄不要跟他說不好 李靖雄不要跟他說不好 李靖雄不要跟他出意見 我就用這個人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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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理要一百萬 一千萬 你副總經理要五百 你如果沒有送到他 他在等你公文給你抵在那裡 你在等你的錢 不然你就要叫李政委卡電位 不然你叫李少年卡電位 我說我接你叫李少年卡電位 我不會叫李政委卡電位 齁 如果這樣 如果要錢 或是叫我的長官卡電位 我不敢那個副總經理 我不是沒能吃 我可以去做餐啊 我可以有來吃 對不對 是這樣耶 兩千空四年 有很多人推薦我做部長財政部長 國來國來都有人推薦我做財政部長 我介紹的人說 齁 副總經理你如果卡電位 你不能說不可以說你不去 一定要去我都說好 都把阿扁都傳真起來 電話都給我靠 等等等 財政部長不去了 還說我的政策 政策 現在政策你也要去 我等等等 我不去 說要有 要有那個什麼 政府委員 喔 葉國昇喔 葉國昇那人做秘事長嘛 尤錫坤的秘事長 我剛去 我就是國安基金委員 我就去開會 剛才那一回 你來的政策 最後一個位置 政府委員你不能記住 我來給尤錫坤討 最後一個位置 我說欸 國昇上 有好沒好 我不遺憾 真的就不去 你知道嗎 我 剛才要選立委嘛 2004年的時候要選立委 我就是不去政策拿名 然後黃祖文就很客氣 腳上就說欸 菜菜菜菜說 我明天要見神水扁 我先想一想 金管會有一個委員 兩個委員去嘛 沒有人嘛 沒有補進去嘛 我相信你 既然不選立委的話 我就推薦你當金管會委員 好不好 是財經的 我說好啊 那我就 文化主席謝謝你啊 欸 他說的是 阿扁說什麼 這是尤錫坤的事啊 要找尤錫坤 我真的說 黃祖文說真的去搜尤錫坤 我不知道嗎 他去搜尤錫坤 他說這不是我的事 這純粹變的事情啊 阿他所告訴的喔 我去董伯署他說 我有去搜尤錫坤 他說尤錫坤的事 我去搜尤錫坤 這總統決定了 阿所以怎麼辦 我說不要去啦 我不去啦 沒有什麼遺憾 有什麼偉大 不用做了 兩千公司 財經部長啦 政府啦 政府議員啦 政府委員啦 政府委員都沒有 我感覺很出意 那官僚就是這樣 我知道 我很不願意做官 我知道 我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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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教授 你這樣人人人人 一四人 打拼到這樣 學部長 這邊大家都幫你 聽到這個聽到 你到底是做什麼 常常不對 你這座什麼 我說這座什麼 我這座 我這座 沒有錢而已 這座就是這座錢 沒有錢 我就不夠錢 我如果錢 一千萬塊 拆下去 三千萬塊拆下去 補中就我可以了 我怎麼搞的 開玩笑 我這中立 都不用開罰線 我是跟 老實說 應該令情高明 因為我 還是太嫩了 我沒有見過大風大浪 還是太嫩了 所以這是 戰袋 我們如果找大財 我們會讓他做 要不要回來做 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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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很好的 給你們吃 比較重要 不可以推 所以 你看 這財團 金融財團化 這很怕 金融財團 結果 他可以左右總統選舉 你知道 國泰金控 如果真的要贏錢 會左右總統選舉 這很怕 這要變成 富裕兵 那些 那些模式 那些很可怕 所以 將來我們有一天 我們有賬款的時候 所有的人 都可以開銀行 要多少 這些可以開銀行 我們不用多少 中國 那些國家 三次國家 他是300萬代表 可以開銀行 社區銀行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要發電社區銀行 因為裡面有一個社區銀行 我們說300萬太少 500萬開銀行 社區銀行 我們大家在一起 如果沒有做銀行 都去開銀行 打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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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一個就是 管當過制 保障特權 這很差 缺乏競爭機制 經濟消息 裡面有手機 通訊設備 這個東西 那些手機的費用很貴 超貴 世界最貴的 都被騙 事實上他就是什麼 我三年教授 三年教授 去找電信總局 電信總局是在規範所有的 這個電信事業 我問 你們電價公司 可以嗎 沒有電價公司 奇怪了 沒有電價公司 你怎麼樣子弄一個單價出來 你不是說打一個手機 或者一通一分鐘多少錢 這是單價 我們就根據 中華電信 他們各家各家討論的結果 哇 這樣 表現什麼意思 正三五節 正三五節 因為什麼 他們這些公司 都沒有辦法提供他的 電信費力的基礎的成本結構 結果他沒有辦法根據成本結構來定價 定價合理價格和一個固定的 資本報酬率 按照你 資本報酬率是固定的10%或者15%或者20% 10% 10% 15% 要定好 那是毛利率 你存在就看你的經營效率 基本是水財原價電信事業去定價 他才說 好了 你們討論好我就給你核存了 所以 電信總局是油水水 這樣油水水 我就貼優子 貼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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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就去做什麼 警律 負中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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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當事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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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高薪 因為什麼 我就已經給你核存給你很多好看的 所以你看 台客大 大客大 遠傳都探大錢 探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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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剝削 用白色 我 這都是白色 你想想我這個很好 所以我這屏幕下手的時候 在採用這個研討會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主力 要像ATNT 這樣 這樣 改革的時候 要會產生競爭機制 我們需要社區人也一樣 每個人都開社區銀行 讓你自由競爭 如果哪裡 你都五百萬到多少 你五百萬的資金 你相機是收五千萬的討券 放五千萬的討券而已 十八嘛 非洲一百萬 這多少 五億 會買到而已 這個社會 人家說 有一間人收五億的討券 放五億的討券 他哪裡都不買到 你現在一百億的時候 你就收一千億 一百億的資金 一百億的資本學的時候 你就收一千億的討券 放一千億的出力的時候 你如果哪裡就害了 多少人去害到 你的社區銀行的時候 你相機五億 十億 你這個社區發生問題而已 要幫你補救 很難的 但你如果一百億的時候 要哪裡 很多人害到 所以就花了很多錢 來出貨 所以這幾年 我們現在要花兩條五千億 在過去一九九年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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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那些銀行的不良資產都改割 我們納稅人拿兩條五千出來開 國民都國民的錢 再來我們說 要怎麼改割台灣整理經濟的問題 就是要層次貪污 我們這個層次貪污是概念的 貪污就是青山 不可以讓政山勾結 解除眾多不合理的管制 你說頻道的管制 銀行儲取資本的管制 要跟他講解 建立公平合理的稅制 土地稅制 我在那個 和陽生的文章裡面 很多土地稅制 提供了一個土地稅制的論戰 大家請大家記住看看 這個洋蔥信的文章 我後來還保護你 他也盡情要來觀察 早期的心 他的觀點跟我不一樣 他的觀點 可能比較偏向 這個台大城鄉所謂的主張 這點農工並重的產業政策 改革財政體制 預算編審執行等等 財源分配要公平 實現真正的 真正的民主跟法治 修改選辦法 現在台灣的選方這麼賣 是不合理 不合理他才能控制 他才會讓你冷掉 讓你冷冷的時候 他哪有那麼多粉水摸魚 所以是條國語 整個制度的設計 整個制度的設計 都是條國語 有意 無意把它促成 詹妹 不知道各位不知道用心去聽 五十代 電視五十代 不是年代 五十代是 沒有錯好像是年代 一個小姐 一個帥哥 一個美女主持 到時候九點開始 還是十點開始 那個節目 那個節目在說什麼 是怎麼不可以叫他贏 贏八十萬 是怎麼出來 我們會輸八十萬 是怎麼送出他 怎麼 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沒了嗎 沒有啦 我以前人家看 聽到最后 的時候 覺得說 他這個 經過 我可以叫他贏 跟金浮聰 有很大的關聯 金浮聰的選舉的策略 跟他那種個性 他很強 對 他這個金浮聰是 當時很大的工程 但是不可忽視的 做媒體的軟功夫 不過我們把做媒體軟功夫 去除了 要看金浮聰 他會做好 金浮聰 幾乎 會主導 所有 男嬴的媒體 所以金浮聰 如果知道我們TCG 他也會去 有意無意之間 透過那些 政論性的節目 讓我們在台灣這個社會 做政策發展 他們一直在做什麼 一直在 藏著 一直在學路 蔡英文 而且認為四年後 他還會再出來選 而且非他莫屬 對 非他莫屬 這個東西 我們在看金浮聰 他到底什麼角色 各位我不知道 各位說過嗎 馬英Q動算以後 主角的那個劉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行政院長 劉兆賢 劉兆賢 劉兆賢是人社的 幾乎 清邦的文人 都在 人社 所以他們要 徵兆 人才 都是對人社出來的 還是 學術界 都人社 所以像這邊 你說陳聰出來 也一定跟清邦有關 幾乎十年來 國民黨 明的在 控制台灣 但是真的 在主導一切是 清邦和封門 因為清邦和封門 他們要救援 所以你跟清邦和封門 要拿出來的 是四路一條 他有幫規 有幫規 所以他們很有一條 他這麼明明 我覺得金浮聰會這樣 那個人要通透 因為一時一代傳一代 鬥爭的策略 都差不多 都沒有改變 從清邦和清邦 從清邦和清邦 整個鬥爭策略 一脈相承 陳聰 他經濟的時候 走去我們的房間 看 因為我們四個人一間 我一個是 現宿是 做 最高法院的法官 一個是財政部退休 還有我 還有一個外省 一個中國人 他們是以前的 中博伊林中學的校長 他現在在美國之音上班 他那個 中國人和陳聰東 都中國人 所以添麻 他沒有睡覺 他中到時候吃飯 就四家 學四家 六、六、九 陳聰東就來睡覺 所以我們 我們在中到時候 都做會聊天 吃飯做會 聊天 剛才沒有人家 他一直說話 很熟悉 你看他的資歷 也是很錢 很欠 他是 台大佛理研究所 比他 料 他說 他說 裡面 譬如說 他學到去 軟一年 去 去 遊學 或做什麼 進修一年 一般 如果他說大佛都去美國 他去 德國 現在很特殊 因為法律的都是特殊 所以英文比較不好 然後 他就 德國 他 算說 6月以後 就是在 銀行最多人 在台北銀行 農民銀行 就是在財政部 在財政部 金融師 保險師 一直起來 通常 他就跟人 在 在財政人 都從年來開始 這都 有蛛絲馬跡 可以 可以 尋 他如果要徵照 台灣人 人民也一樣 你知道 研究所別 或是說 這個 這個 是要做官 做財政人 考察 考核 講說 這個人不錯 沒有台灣什麼 只要有中國什麼 他也是一個 他也會幫你製培 像我 在36歲的時候 我做實力度的孤恩 三個月 我跟他做工作 做成兩個月 他跟他說 我看你 聽你講話 看你做事 你這個人是有行政長才的人 你的Talent 你的天賦 你的財氣 在行政 才幹 你埋沒在中央研究 做研究 絕對是被埋沒你的財氣 你的才華 你來對話 三年保證給你 可以獨當一面 看一個單位 然後將來平步青雲 我想 以我貴是所有人去找我 我想 噢 所以噢 我倆一味就變老材了 我說 我說 鳳修老師 我官場都叫老師 鳳修老師 我還年輕 我還想到美國去念書 等我從美國回來 若我想做官 再來跟您請義 他 真會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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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杜利 他那種的權位 他已經知道 他在做部長 內定在做財務部長 這高醫生 高士醫生 我要叫你來做我的成員 來幫他搗三天 我幫你訓練 讓你獨當一面 然後你就去掉了 我幫你補掉 做部長都沒問題 你什麼跟我說 你要去讀書 你沒什麼 沒什麼做我 等你後來回來 直接要來幫我補充 他媽的 我想問 那個高醫生剛才發表什麼 李定位 有可能來做 生主生 我想 我如果要去對 實力道 我就已經對李定位 對那久了 還去對實力道 我不是騎空了 我還不愛 本來我就不想做那個官 因為做官很辛苦 我做過局長 我知道很難 你們可能我做過 不知道很難 六點就要站 六點盤就要路地 七點盤就要到 到這個大門 八點盤就要到 神出 九點盤就要到 八點盤就要到 館音 九點盤就要到神出 沒什麼事 生氣到什麼 生氣到幽霉 什麼龍潭 大客 八點盤 八點盤 下班後 五十點下班 幾歲 還出去看人看歇 你也不會看人看歇 除了皮肉 你負責 你就解釋 你知道嗎 做官很難看 我是每天這樣 包括禮拜是禮拜六 禮拜六禮拜 我就跟我母親說 來來來 讓大家來逃亡驚驚驚 隨時 把他們帶去順順看 看 這樣 都在海邊 沒到山上去 四處門 四處看 四處瞬 他當然不難看 他就不用 付錢 錢就好 這盆收紅包 這盆錢送下去 都解割 這樣難看 你就不敢收紅包 你就沒有錢 人家送到面上 你就要做好 不然你就要給他 官員幫你拿 女士這樣 我告訴大家 聽 很痛 很痛 最好 所以我 我走到路 我去做學家做研究 躺在那些地方 三十年 每天就在寫文中 每天什麼 每天的訓練 很快樂 你知道嗎 心肝裡面都沒有寬 覺得很快樂 寫的東西就變成這樣 用大家 納稅前的錢 寫我的文中 也沒辦法 所以我告訴我 兒子說 一個人去讀書 能做工場最好 我爸爸三輩到時候 就去做一個�le 所以這檔子 opens 你 pres 因為做工場可以晉口助 ijk 那ixa 當然 adopte 要錢 一起來 小 וא� 聽情音樂 聽不懂 聽人 fix 我們做研究員是一個人一個螳光室 螳光室裡面有沙發 我如果累的時候 在那時起 8點外去 9點就躺著睡 看12點 沒人在 沒人在 沒人慣了 對不對 阿嬤如果起 要睡也躺著睡 但是 工作做的事情 做到無面無面 自己調配自由自在 不像這樣好 躺這麼大地囊 部長就躺著 還有助力 還有助手 所以有助力跟我們做一些 拆穿的工作 好 時間到了 跟大家說到這個說話就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起立 立正 騎你 鄉君10分鐘